兩大直籃破天荒合體打熱身賽 成為台灣籃壇創舉 實在很難想像 兩年前台灣直籃還是一片荒漠 時間快轉到今日 直籃從0隊暴增到12隊 2020年才成立的Plus League 由台北富邦勇士 桃園領航員 彰化夢想家 新竹工程師 四支創始球隊 開啟台灣新直籃續取 第二季更增加兩支新球團 新北國王與高雄鋼鐵人 臺灣一直沒有一個真正的職業籃球 那所以在去年起心動念 我覺得真的是時候 就是把這20年 我自己本身累積的試試看 陳建舟吹響直籃復興的號角 2020年PLG成立 首年僅規劃48場例行賽 卻締造22多萬人次進場觀看 相較過去十八年 籃壇唯一的半職業SBL聯賽 票房最好的2007年賽季 達了整整105場 才有十八萬人次進場 票房數字再再驗證了 PLG成為台灣最受歡迎的籃球賽事 球迷口中的歸屬感 就是PLG成功的最大關鍵 落實屬地主義的主客場制度 球團不僅辦主場賽事 更深入在地社區 與城市產生更多連結 自然而然凝結了向心力 拉攏更多 鐵桿粉絲 城市之間不想輸 城市之間球迷不想輸 場館氛圍都不想輸的時候 那這是最有價值 他當時要求就是說 如果你要加入的話 你一定要等到你的地方 你決定的那個地方政府的支持 這個是他要求的第一個條件 一年前新竹工程師的創辦人 之一張韻志 有多年的運動行銷資歷 成功打造令外界驚奇的賽季 2021年則被延攬到新成立的 T1 League擔任秘書長 我們一起在創立T1的第一天開始 到現在到未來 我們都會戰戰驚心的 把台灣的這個職業籃球環境 把它做好 那我相信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2021年底全新一季 將迎來兩個職籃同時開戰 還有五支球隊的半職業 SBL超級籃球聯賽 總計17支球隊各舉山投 前所未見 這不就是做生意嗎 台灣籃球的產業是屬於所有人的 並不屬於PLG的 資深球評李毅生樂觀看待 多個聯盟互相競爭 刺激台灣籃球發展 不過他也點出三大賽事 同時並存的背後隱憂 從原本的一個聯盟 四支球隊變成兩個聯盟 十二支球隊 那對整個產業 對整個市場會不會帶來 當然會影響 第一個你戰力被稀釋了 感覺很像我們學生 在考這個獨招 你就只能選一個 不就很可惜嗎 我們的成立 真正收回的是誰 真的就是第一線的選手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大家覺得大混亂 可是實際上選手變得多了選擇 球員選擇變多了 球團的搶人大戰也暗中較勁 T1成立後更直接宣布 球員起薪至少七萬起跳 也沒有設下薪資天花板 為的是要與其他聯盟競爭 頂尖球員 二零二一年新竹工程師 開了第一槍 公布旗下球員薪資及合約 創下台灣籃壇先例 其中以二十三歲 當家球星高國豪 也是PLG元年的行人王 拿下全隊最高 首年五百萬年薪 到了2026年將達到九百萬元 總計五年共三千五百萬的 頂級合約 過往台灣的頂尖籃球員 為了尋找更優渥的薪資待遇 選擇吸進中國CBA 但PLG聯盟的誕生 公開透明的高薪資水位 似乎也改變了台灣直籃生態 高雄海神也在季前公布 常年旅外的明星中風 胡隆帽正式加盟籌隊 儘管沒有公開薪資合約 傳聞年薪也達到五百萬元 成為全隊第一高薪 當然原則上你會希望去薪水 比較高的公司來服務 但如果今天有兩個公司薪水差不多 甚至有一個公司稍微低一點點 可是這個公司 他給別人的印象是很好的 或是說他對員工的福利 或他整個的社會觀感是很好的 其實你也有可能選擇那個公司 比薪資 也比福利 高雄海神背後母企業集團 包含了汗萊大飯店 因此球團大手筆包下飯店一整層 當作球員宿舍 帶你去看我們非常住的地方 蘇文如帶我們參觀他的房間 他和室友呂薇婷 都是剛進植蘭殿堂的小菜鳥 好哥們一起住在一碗牌價 一萬三千八百元的精緻港景客房 通常下午如果沒有電 我們就坐在這裡 然後這裡打開 很亮 超亮 現在超亮 坐在這裡玩手機看風景 拉開窗簾擁有無敵海景 整座高雄港禁收眼底 而房間兩張加大雙人床 讓人高碼大的籃球員 也能睡得一夜好眠 看一下我們浴室 自己 乾絲分離 我自己滿喜歡的 非常累的泡澡用 富有浴缸的飯店房間 讓球員可以泡澡 舒緩比賽完的一生疲憊 入住飯店讓球員更無後顧之憂 在場上拼搏 因為在我們從大學身上職業隊 那訓練強度不一樣 然後造成身體很多的疲勞 然後在練球結束之後 可以回來這麼舒適的地方 休息 恢復 我覺得這是很好 我們盡量在合理的範圍內 會給球員最好的待遇 我剛剛提到財務規劃 所以其實球員的行資 我們有滿認真在仔細研究 大概一年要佔球隊的 總率算多少 各聯盟 球團使出渾身解數找球員 T1和PLG之間 競爭市場票房的攻防戰 決勝點還是頂尖職業球員的拔河 但就算人到齊了 傷腦筋的還有場地問題 兩大直男聯盟 台北 新北 桃園 台中 與高雄都有球隊 新北市更成為全台唯一 同時有PLG國王隊 與T1特工隊 共用新裝體育館 新北 台北 這些都有兩個球隊 可能在球場上面的協調安排 好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實際上到目前為止 都兩方都協調的 都溝通的都滿好的 那其實我覺得 球迷的觀賽體驗 它有很多部分 比如說從現場的一些互動的內容 可以讓他們覺得 看球賽是很好玩的 對 所以就是我們會想要在 做得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球團行銷成了催票房的特效藥 T1新聯盟的老面孔 台皮英雄隊 俠帶著過去SBL長盛軍的高人氣 無痛轉移到新聯盟 而重信特工雖然成軍第一年 但背後母集團可是擁有百萬象迷 全台灣最高人氣的職業棒球隊 現階段不論T1或PLG都找到各自轉播的電視頻道 與免付費的網路平台 但放眼國外職業球隊 佔最大收入的轉播權力金 PLG第一年反而各隊掛鈴 去年PV他們做了很好的榜樣 就是他們線上直播是用YouTube平台 那它其實是很大的範圍 讓它的推廣率是提高很多的 那所以今年的第一年 我覺得T1聯盟也是照這個想法 就是我們先讓聯盟來同胞 中時一場比賽大概就是 八十萬到一百萬的權力金 籃球不可能會有這樣的市場 籃球只要有人付你權力金就不錯了 甚至於聯盟你要自己花錢去轉播 職業運動三大收入 票房 轉播權力金以及商品與廣告 但據瞭解台灣的籃球賽事 都沒有轉播權力金進帳 光靠票房與廣告收益 能養一隻職業球隊嗎 所以他在票房方面 他一定要實際的收入 應該要在三千人以上 甚至要到四千人 他才有辦法支撐整個球隊的支出 十二支球隊要共同來分享這個市場 大家皮繃緊一點 兩大直籃聯盟如何共存共榮 成為未來一大考驗 辦職業SBL聯賽 籃協 體育署繼續撐腰 但球星出走 人氣也持續探定 定位不明的存在 恐怕越來越邊緣 所以像SBL目前整個聯盟的體質 他本來就沒有電視轉播金 他甚至於要體育署花錢去補助 他也幾乎沒有票房 他在兩個職業聯盟 十二支球隊裡面 他已經沒有辦法生存 兩槍一弱的三國鼎立 考驗市場深度能維持多久 台灣籃球迎來最新盛的時代 也是不滿挑戰的未來